大家都有点摇摆吧 可能估计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有很多人离开 上周末发生了好多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我剪头发 做了一个audition 然后14号演员工会罢工开始 周末搞了两场的生日party 上周星期三上完课之后 一起吃饭 然后讨论聊天嘛 然后后来大家都有一个结果 大家就是有蛮多人都参与 就是打算把自己最近练的这场sync拍一下 然后有同学就是愿意来拍 然后大家一起帮助相互来去做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上表演课的一些额外的收获 或者是潜在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同学当中呢 你会慢慢你会发现 有些同学表演还是很厉害很强的 然后也有这种想法 同学之间是完全可以去拍一点东西的 大家共同的去研究一个本子 然后一起来拍 因为演的好的通常都不是刚刚入行 那对这个拍摄虽然不是专业的DP 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些概念或者说有一些经验 大家拿起相机就可以拍了 就比较简单的可以开始启动一个小的短片的项目这样 我也是有想过 我主要是看到同学发现这个或那个同学当中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人的性格 他的表演啊 他的人物的形象 所以我会想到一些点子和故事 如果能把这些点子和故事最终变成一个小的剧本 然后邀请他们来拍 他们都挺愿意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些小的项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同学大家都没有太大的这种利益 然后相互的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 容易相互理解了解 就不像就说一个不太经常联系或不太熟悉的朋友一样啊 比如说我要请他拍个东西 他可能你要考虑到要付钱也好啊 或者说是没有时间一起沟通也好啊 但作为同学之间的话 那就这些方面都可以解决 经常见面 然后可以聊这个想法 大家都会愿意去无偿的来去帮忙 也作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一个练习 或者说是创作的一个机会吧 刚刚下课 刚刚今天上课人也不多 大家每个人做的反正有点皮了吧 我觉得有点皮了 当然做的好的还是保持的那样的水平 然后不那么好 或者说不太清楚自己做的怎么样的 老师也说好好好 就都在鼓励啊 我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过自己 我只是凭感觉 有时候感觉上还可以 但总体来说进步很慢吧 班级的气氛现在就是有点低落 感觉就是大家会在想啊 接下来会是上什么 然后这两年的课程到底怎么进行 现在都才半年多 就感觉很拖 就是好像没什么效率 然后老师 大家同学也就问了一下 老师说了一下 大概从过两个星期吧 26号 7月26号开始 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关于情绪的准备 就之前是没有情绪的嘛 都是从对方的话里面去反应 26号开始就会开始准备 情绪方面的一些准备 emotion preparation 后面还有一个阶段是activity什么 我有点没有记得太清楚 今年的话还有快半年的时间 也就基本上是比较松散 跨度太长 刚才下课的时候 就有人就问会不会再继续 大家都有点摇摆吧 可能估计接下来一段时间 又会有很多人离开 人到时候少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剩下的人也会 其实也挺不公平的 然后学习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 然后到时候老师会怎么拼班啊 会把他剩下的几个人拼到哪里去啊之类的 这个都搞不清楚 因为人少嘛 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聊了一些别的问题跟老师 老师就讲到这个现在罢工的事情一直以来就觉得这个罢工挺重要挺有必要的 但是没有那种切身的体会 所以也知道这是好事情 但总觉得形式多过于实际要争取的东西 那今天老师讲到一些事情呢 让我就感觉到确实是 这个罢工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在争取 比如说 他说现在呢 一些大的公司他会开始专门请一些背景员来采集他们的motion 就是他们的动态 最后呢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AI的数据库 那以后他们拍各种云演很多群众的这种背景的这种场景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需要演员了 他们就用AI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这件事情听起来还挺可后怕的 有些好的他可能问你两千块钱三千块钱 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工作啊 可能不用一天或者一天的时间能赚两三千美金 但问题是你拿了这两三千美金之后 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不需要你了 所以现在最卖座的片子一般也是这种科幻片啊 或者说是大制作啊特效很多的 其实那些特效很多的这些片子呢 反而是最不需要演的或者是演员的 很多东西都是后期做出来的 一方面这些电影造就了这个产生了很多票房 赚了很多钱 但反过来他们又不会投入到那些真正需要很多演技啊 和真人去演出的这种片子 那种片子基本上都在边缘化了 变成是艺术片啊或者说是小众的一些片 并没有那么商业上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受欢迎的就是这些漫威啊 超级英雄啊 科幻啊 所以这就是很矛盾和很那个的事情 现在说现在罢工的话也是罢工在争取这些 刚才说的一个AI的啊 不光是编剧AI可以替代 演员AI也可以替代 然后还有就是啊 比如说你以前演过的一个片子 现在被搬到了放到了streaming网上的平台播放 那他付你的费用是很少的 但是这些平台的话他可能赚的会很多 这样的一些合约呢 是以前建立在以前的基础上签的 所以现在就不太合适了 现在的话老实说他说他们收到的支票就是 我不知道是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才12块钱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你你曾经拍了一部电影 当时有付你钱 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呃 那个费用是通过这个后期的分红给你的 那分红的话以前是通过影院来呃 产生分红 那现在的话很多是在网上平台 那那些网上平台可能你这个片子已经有几千 几亿个人看了 但是你还是分到很少的钱 又是一个需要去斗争的方面 就是我们这个老师奥斯顿 他现在其实他也算是至少比我们所有的同学 都更更成功的一个演员 不管是演技一方面啊 专业性也好 各方面还有他的从业的时间 他已经演了十多二十年了 那他现在来说在罢工的这个阶段 其实他很少片子牌 他信他说他幸亏现在能够上课 然后有一些交出的这些收入 要不然靠以前的片子啊 或者说现在没有片子拍 那根本就付不起现在自己家里的账单 做演员还是蛮难的 我们看到那些明星只是非常少数 很多一般的演员 而更多的是还没有进入 还在正在挣扎中的演员 那怎么生存 所以就需要争取权益 去争取更多的空间 然后你才有可能去付钱去上课啊 表演上面去付出啊 要不然的话大家都要转行 最近也听到很多演员朋友去转行 做别的的工作 也确实是很难 今天是一个挺悲伤的一个课 讲起来都挺难的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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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er